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产保险 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财产保险里面的第十二奖 职业责任保险 在介绍职业责任保险的意义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它的特征 职业责任保险又称为专门的职业责任保险 或者专业的责任保险 或者专家的责任保险 它是以职业责任危险作为承保对象的这种保险 所谓这个职业责任危险 它是指从事专门职业人员或者事业 因为职业上的过失错误遗漏而应付损害批准责任的这个危险 这种危险不仅涉及到个人的因素 而且以知识 技术及材料之欠缺是有关系的 但以从事专门职业人员或事业从事本职工作 所应付的这个损害批准责任的危险 那职业责任保险通常有四大的特征 第一个是以完胜的这个法律制度为存在及发展之基础 第二个是大多数的这个职业责任保险以承保第三人的这个财务损失为限 而非以第三人这个身体伤害或财务损害 第三个是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在职业的过程中 对委托人或第三人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是大多数的这个职业责任保险 大多采用赔偿紧求基础来承保 接着我们再看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那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它是专业人员违反专业异附 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失 而应付了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所谓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包括因为企业责任而生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以及因为侵权责任而生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接着我们再来看专业人员这个意义 所谓的这个专业人员 它是指具有特定的专门知识及技能 并且以这个知识以及技能作为业务提供服务的这个人员 至于它的承保对象包括我们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员 它是具有特定的专门知识及技能 并以该知识及技能为业提供服务的人员 例如医师 律师 会计师 建筑师 工程师等等 那第二类是它的职业机构 那专业人员执行业务的这个相应机构 例如医院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及建筑师事务所等等都是 那专业人员通常有四个特征 第一个是它的工作性质具有高度的这个专门性 且多属于精神方面的这个工作 第二个是专业人员呢 它与客户之间因为重视专业人员高度的这个职业道德 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信贷关系 第三是具有从事专业人员服务的这个资格 并且专业人员职业团体所规范的这个标准来职业 第四是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及所得 接着我们再看违反专业义务的这个意义 所谓违反专业义务它包括呢 违反契约及侵权责任两者 那专业人员违反专业义务的结果 除可能造成财务的毁损或灭失 以及人员的这个体伤或死亡外 尚可能造成财务的损失 这种损失包括三类 第一类呢是专业人员违反专业义务 导致他人身体伤害而应付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损失 第二个呢是专业人员违反专业义务 导致他人财务受损而应付赔偿责任这个损失 第三类呢是专业人员违反专业义务 导致他人财务受有损失而应付赔偿责任这个损失 所谓的这个赔偿责任呢 他是指专业人员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对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委托人或第三人 造成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这个责任 其次呢对于前述这三种损失呢 并不是所有的职业责任都可以承保在内 那究竟有没有承保在内呢 他必须要看保险性质以及他的约定而定 有紧保财务损失的也有紧承保 导致他人身体伤害而应付赔偿责任的损失者 我们再来看职业责任保险的这个分类 职业责任保险通常可以分为涉及个人身体 部分的这个业务过失的责任保险 以及呢不涉及个人身体的这个错误遗漏责任保险 我们来看第一类不涉及个人身体的这个错误 即遗漏责任保险 例如律师的责任保险 会计师的责任保险 董事即高级职业的责任保险 还有保险代理人经纪人的专业责任保险 保险公正人的专业责任保险等 其次呢涉及个人身体之业务过失责任保险 例如律师的业务责任保险 还有呢药物临床试验的责任保险 另外还有涉及两类子的这种职业责任保险 例如呢建筑师的工程师的专业责任保险 除了这些保险还包括保险业的责任保险都是 接着呢我们来介绍业务过失责任保险的承保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医师的业务责任保险 它的承保对象第一类是领友医师的证书 经过主管机关发给职业的执照 或者的服务的执照 应加入所在地医师工会职业或者服务 于公司的医院诊所卫生所执行医疗业务的这个医师 那第二类呢是在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任可之实习医院 医师指导下的实习的这个医科的学生 那通常呢它的分裂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内科 第二种是耳鼻喉科 眼科 皮屋科 密尿科 神经科 那它是指不失开刀手续 手续的如果不是就要按照丙类来收费 就是第三类 第三是妇产科 外科 整形科 精神科 小儿科 牙科 性病科 骨科等 那如果是职业执照准刑两科或者以上者 必须按照较高的汇率来收费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这种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被保险的因为执行医师之诊疗业务 发生意外事故 直接引致病人体伤或者死亡 经医师的鉴定后 依法应付赔偿责任 而于保险期间内受赔偿请求时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负赔偿之责 我们来看它的保险期间 本保险的保险期间是以一年为限 接着我们来介绍 医师的综合意外责任保险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对象 它的承保对象是以经主管机关核准 开办的公私立医院诊所及卫生所为药保人 及被保险人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本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被保险人因为经营医疗业务 于保险期间发生下列的意外事故 导致第三人受有体伤或者死亡 依法应付赔偿责任 而受赔偿请求时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负赔偿之责 第一个是公共意外责任 第一项是被保险的营业处所 这个建筑物 电梯 通道 渔器 或者其他设施 应设置被保险人保养保管 或使用不当或疏忽而发生的意外事故 第二种是被保险的受苦人 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因为疏忽或过失或供应的食物饮料 有缺陷而发生的意外事故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类 医疗过失的责任 本保险所承保的是 被保险人之医护人员或营业处所 或外派执行医疗业务时 因为过失错误或疏漏 而违反其业务上应尽之责任 直接引致病人的伤亡之事故 本保险是采用事故发生基础来承保 保险人也得应被保险的需要 改采赔偿请求基础来承保 但是应该另签批单 按延收保险位减收15%来承保 接着我们再看这个保险期间 本保险的保险期间是以一年为限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 其次我们要介绍的是 药物的临床试验责任保险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对象 它是以临床试验计划委托者 受委托执行药物临床试验计划医疗机构 试验的主持人 及其他成员作为承保对象 那前述的临床试验计划 已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准着危险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本保险所承保的是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内 因为执行被保险药物至临床试验 导致受试验者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受试者 因为药物不良反应受伤害或死亡 依照受试者同意书约定 应由被保险负损害赔偿责任 且在试验期间内受补偿请求 并通知保险人 由保险人对被保险负补偿之者 至于它的保险期间是比较特殊 本保险的保险期间 是以药物临床试验计划的时间来定定 接着我们再介绍第二类的 错误及遗漏责任保险的承保内容 首先我们来介绍律师责任保险 律师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 他是以依法登陆开业的律师为作为承保对象 至于它的承保范围是以被保险人于执行律师的业务时 因为过失错误或疏漏行为而违反其业务上应尽之责任 导致第三人受有损害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付赔偿责任 并由该第三人以本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内提出赔偿请求 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付赔偿之责 前面的损失包括财务损失 所谓的律师的业务 它是指合格的律师依法开业执行律师法所规定的业务 至于被保险人除保险单所债民的被保险人以外 并包括被保险人的合伙人以及围棋助理执行业务的受雇人 我们再来看它的保险期间 这种保险的保险期间是以一年为限 紧接着我们来看会计师的责任保险 会计师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 它是以依法登陆开业的会计师作为承保对象 我们再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这种保险所承保的是 被保险人以执行会计式业务时 因为过失错误或输入行为 而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这个责任 及义务导致第三人受有损失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赔偿 并由该第三人以本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内 提出赔偿请求时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负赔偿责 那前面的损失它是指财务损失而言 所谓的这个会计师的业务 它是指合格的是会计师 依法开业执行 会计师法所规定的各项业务 至于被保险人除保险单 所在明的这个被保险人外 并且包括被保险的这个合我人 以及为其助理执行业务之受雇人 再接着我们再看保险期间 本保险的保险期间是以一年为限 接着我们再看比较复杂的保险 董事即高级职员的专业责任保险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对象 它是以董事高级职员及公司为承保对象 所谓的董事是指担任管理监督指挥命令之人 通常包括外部的董事以及内部的董事 所谓的内部董事 它是指由公司内部高阶受雇人所兼任 或者以公司有重大经济关系之董事 那外部董事它是指以公司没有雇佣 雇佣或者重大的经济关系的这个董事 那外部董事上个分为 与公司有关联的这个外部董事 及无关联的这个外部董事等等 我们再来看 这个董事通常它是不以自然人为限 那公司法人也可以担任另一家公司的这个董事 那通常国外的保险单 它是承保自然的董事 那国内它通常称这个董事 即高级职员的责任保险 做董监事及重要职员的责任保险 那它的承保对象可以涵盖监事在内 那所谓的这个高级职员 它是指实际对公司的业务有经营管理权限之人 它包括总经理 副总经理 公司的秘书 以及财务主管 接着我们再看它的承保范围 那这种保险呢 它目前为止还没有标准化的这个保险单 而且它的承保范围才会国情及保险的不同而有差异 实际上它的承保范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基本承保范围 那承保范围的第一部分是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部分 那这部分它所承保的是董事或高级职员 以保险单的期间内执行职务 因为单独或共同之不当行为而受赔偿请求 至被保险董事或高级职员受有损失时 除被保险公司所补偿 或被保险公司待被保险董事 或者高级职员赔偿之损失外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董事或高级职员 或有保险人带被保险董事或高级职员付赔偿之责 第二个是公司的补偿部位 那这部分所承保的是被保险公司的董事及高级职员 于保险单的期间内执行职务 因为单独或共同的不当行为而受赔偿请求 那公司依照被保险公司的法令 公司内规或公司章程应补偿该董事及高级职员 而受有损失的时候 由保险人对被保险公司或保险人带被保险董事 付赔偿责 我们再来看它的附加承保分 它的附加承保分为三种 我们来看第一种 雇佣的责任保险 那这种保险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于保险单的期间内 因为不当的雇佣行为而受赔偿请求 导致被保险人依法应付赔偿责任 而受有损失的时候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或有保险人带被保险付赔偿责 那我们接着再看第二种信托的责任保险 那这种保险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于保险单的期间内呢 单纯因为被保险人作为受托人或者称为受信人违反信托的业务 或被保险人依法应付赔之人违反信托的业务而受赔偿请求 导致被保险人受有损失时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或有保险人带被保险付赔偿责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种的附加承保范围 我们叫做证件的赔偿请求保险 那这种保险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于保险单的期间内呢 因为不当的行为而受证件赔偿请求 导致被保险受有损失的时候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有保险人带被保险付赔偿责任 我们再来看它的保险期间 本保险的保险期间呢是以一年为限 接着我们再来看保险代理人与经纪人的专业责任保险 我们来看到承保对象 它是以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工作人管理规则取得资格证书 及职业证书执行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业务是个人 或依该向管理规则申请登记经营保险业务 代理人经纪人业务之公司组织作为承保对象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本保险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以保险的期间内或追溯期间内 因为执行保险代理人经纪人的业务上的过失错误或疏漏行为 导致第三人受有损害 那被保险依法应付赔偿责任 并于保险期间内受赔偿请求时 有保险人对被保险负赔偿之责 所谓保险代理人的业务是指 根据代理契约或授权书向保险人收取费用 并且来代理经营保险业务的行为 所谓保险经纪人的业务是指 基于被保险的利益 代向保险人恰定保险契约 而向承保的保险业收取用金这个行为 前面的第三人它是指 委托被保险的经营保险业务或洽定保险企业之人 至于被保险它细指 保险法规定向主管机关登记 并领有职业证书的保险代理人或保险经纪人 并且包括它的股东 公司的负责人董事以及公司的员工 至于它的保险期间是以一年为限 我们再来看它的追溯期间 它追溯期间是从保险所在的追溯日 起至保险丹生效至日为时 我们先介绍到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 接着我们再来介绍 保险公证人的专业责任保险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它的承保对象 这种保险的承保对象 它是以保险公证人管理规则取得资格证书及职业证书 申请登记经营保险公证人业务之个人或公司组织作为承保对象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本保险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或追溯期间内 因为执行保险公证人业务之过失错误或疏漏行为 导致第三人受有损害 被保险人依法应付赔偿责任 并于保险期间内受赔偿请求时 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付赔偿责责 所谓保险公证人的业务 它是指向委托人收取汇用 为其办理保险标的的查干鉴定 及估价以赔款之理算恰商 并且予以证明的这种行为 前面所讲的第三人 它是指委托被保险人办理其保险标的之查干 估价以赔款之理算恰商之人 至于被保险人 它是指依保险法规定 向主管机关登记并领友职业证书之保险公证人 并且包括它的股东 公司的负责人董事 以及公司的这个员工 我们再来看它的保险期间 本保险的期间以一年为限 其次我们再看它的追溯时间 它的追溯时间是自保险单上 所在的这个追溯日 起是保险单生效日之期间 接着我们再来介绍 第三种的职业责任保险 我们叫粉额式的职业责任保险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内容 所谓的这个粉额式的职业责任保险 它包括业务过失的责任保险 以及错误即遗漏的责任保险 那这种保险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是建筑师的 工程师的专业责任保险 以及保险业的责任保险 我们来看建筑师工程师的 专业责任保险 它的承保对象 它是以领友执照依法 登记开业的这个建筑师 工业技师 以及工程顾问公司为对象 是以它的承保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以被保险呢 直接因为执行保险单所在的这个业务 之疏漏错误或者过失 违反业务上的这个义务 导致第三人受有损失 依法应付赔偿责任 而以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内呢 受到第三人的赔偿请求 并于保险期间或延长报案的期间 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时 有保险人呢 对被保险人付赔偿之证 那前面所谈的追溯日的定定 于第一年投保的时候 它是以保险单的生肖日 作为追溯日 那事后呢 你如果继续续保 它是以第一年的起保日为准 那所谓呢 这个延长的报案期间 它是指本保险中止后 被保险人之赔偿请求权可置 中止之日起届满六十天消灭 但是呢 另有约定的它不再此限 那这种保险呢 所使用的保单就有两种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我们叫做专案保险单 所谓的专案保险单 它是以从事某一特定工程 之建筑师工程师 作为城堡对象的这个建筑师 工程师专业责任保险 那这种保险单 通常是由业主来统筹来投保 那第二种是每年的保险单 这种保险单是以从事 一般工程的这个建筑师 工程师作为城堡对象 并且呢 必须逐年签花或投保 这种建筑师工程师的 专业责任保险 那这种保险单呢 通常是由建筑师工程师的负责投保 我们再来看它的保险期间 那本保险的保险期间 通常以一年为限 那国外呢 对这种保险的分类比较复杂 除了这个建筑师工程师的专业责任保险外 还有包括呢 工料的测量师的专业责任保险 还有造价工程师的专业责任保险 还有监理工程师的专业责任保险 以及呢 执行工程师的专业责任保险 接着我们再看到保险业的责任保险 那这种保险 我们先来看它的承保对象 它的承保对象呢 是以依保险业瓦取得许可 并经依法设立经营保险业务之保险公司 作为承保对象 接着当然我们要看它的承保范围 这种保险所承保的是 被保险呢 因为经营本保险单所在的保险业务 在保险单的期间呢 发生下列的事故 导致呢 第三人身体伤害死亡或财务受有损害 依法应付赔偿责任而受赔偿请求时 有保险呢 对被保险付赔偿责责 第一种情况是 被保险获取雇佣之保险人 以执行保险服务契约时 应疏忽或过失所发生的意外事故 第二种情形是 被保险人装设于保险服务契约 委任人处所之保险设备 因为设置维修或管理不当 发生意外事故 第三种是 依照保险服务契约之约令 被保险应付赔偿责任之事故 我们再来看它的保险期间 本保险期间跟一般责任保险一样 它是以一年为限 接着我们来做一些资料的补充 是我们职业责任保险汇立的影响因素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章节 因为职业责任保险跟其他的保险不太一样 而且比较复杂 那通常我们在为职业责任保险合保的时候 它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有下列几种 我们先来看 第一种是职业的种类 职业种类就是说被保险及其受雇人 所从事的这个专业技术工作性质为何 第二种是工作的场所 那工作场所是指这个被保险人 及其受雇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之所在地为何 那第三种我们要看它的业务的数量 那所谓的业务数量是指 被保险人及其受雇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之每年的服务的数量若干 服务对象的多寡 以及业务的收入为何 那第四种是我们必须要看它的出险的记录 那所谓的出险的记录 它是指被保险人及受雇人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这个出险的统计资料 以及所得金额的多寡 最后一种呢 我们是要看它的投保的条件 那所谓的投保条件呢 它是包括责任保险所承保的责任限额的高低 也就是说保险金额的高低 高低以及质物的高低 保险条件的宽宅等等 我们对责任保险介绍到这边为止 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那责任保险基本上有几个特点 我们要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特点是发生道德危险的这个机率 比这个财产保险要少 因为责任保险的补偿对象是被保险以外之人 第二个呢是以被保险人所付的这个法律责任为限 因为责任保险所承保的是以被保险的依法 或者依约应付的这个所谓的赔偿责任为对象 第三个特点它是以责任限额为标准计算保险位 因为责任保险所保的这个所谓的赔偿责任 没有私底部 所以它的保险金额是采用责任限额的方式来定定 最后一个特点是责任保险理赔金额的限制 比财产保险还要严格 那是因为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常波及多数人 在保险单的上面对责任限额都定有最高限额的 那我们今天责任保险就介绍到这边为止 再见